计程车酒驾撞人之后 赵氏不但不下车 还加速逃逸冲撞骑楼 沿路开了将近三公里 最后是自己撞上了电线杆 才终于停下来 碰的一声 小黄失控撞飞机车骑士 但他没有下车查看 反而由眉催落黄而逃 没多久另外一个镜头 捕捉到赵氏小黄影像 卡在距离没多远的骑楼旁 动惨不得 问奖硬是把车开上来 离谱行径 吓坏在场所有人 通通出来查看 招牌整个都倒了 还有摩托车也倒了 之后他就直接到 又往前冲了 事隔一天小黄问奖 满脸懊悔带着家人 重回现场 一千天店家进门道歉 赔不试谈赔偿事宜 从军现在开上来 其实你算是还蛮差一点 不然其实这个整片玻璃破 还原整起事发经过 11号晚上6点多 有幸驾驶喝得烂醉 现在板桥中正路325巷 撞上赖姓女骑士赵桃 一路暴冲开进7楼 还闯灯逃逸 开了将近3公里 最后开到板桥体育馆附近 自撞电线杆才停下来 危险酒驾又赵桃 64岁的游信驾驶 当时还颈部受伤 陷入昏迷 夸张的是 抽血酒测值高达1.48 警方依酒驾赵桃 开出两张罚单 并且吊销驾照 为酒驾付出惨痛代价 记者新北市报道 又是酒驾